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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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是低型糖尿病的患者比较有需要 或者是血糖波动比较大控制不良 容易有低血糖的人才会考虑这样执行 有一个考量是因为连续血糖监测以它的费用比较昂贵 目前健保局也只有起付给低型糖尿病的患者在某些状况下使用 连续血糖监测并不是装了以后就不用测血糖 它还是需要做一个校正 就算没有在装连续血糖监测期间呢 我们也会建议 平常还是要测量只间血糖一天吃了个至少三次 这样子能得到比较多的血糖数字 也比较能够好好的管控自己的血糖波动 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管采用哪一种测量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能够把你的日常生活的情境都记录下来 比方说你吃了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内容 吃了什么样的份量 可以的话也许照相下来更方便 那另外你使用的药物 胰岛素的剂量等等 如果有运动的话呢 也可以记录一下运动的时间 运动的强度 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些控制血糖的变因 都记录上去的时候 对于调整药物呢 或者是我们在治疗策略上的改变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讯息 自我血糖监测为什么很重要 哪些情况下 才指尖血厌血糖比较好呢 糖尿病是一个半性疾病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常常需要做调整 那我们呢 常常需要一些数字 才能知道现在的用药啊 或者是饮食啊 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呢就像开车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看时速 很难知道是要踩油门还是踩刹车 所以血糖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糖友自己测血糖的时候 常常都会很怕麻烦 然后也有人很怕痛 所以呢选择血糖肌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准确 我们可以选择市面上通过 2013年ISO15197认证的血糖肌 那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测量 那第二个话呢 柴血的痛感要低啊 有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柴血比 有特殊技术减少疼痛感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需血量那种比较少 不用扎得太深 这样测起来比较不痛 因为连续血糖监测呢 是测量是一段时间组织建议的葡萄糖 有的时候遇到血糖急速变化的时候 它会没有办法立刻反应血糖的数字 所以血糖急速变化的这些情况 我们建议可以考虑用直接血来测量 比方说饭后两小时之内啊 或者是刚打完一道素的时候 或者运动后 那另外呢 如果你怀疑有低血糖 或是你有不舒服 可是你的连续血糖监测 好像测出来的感觉 跟你的身体不符合 这时候也需要用指尖血来做个比对 提醒一下 有些患者在使用连续血糖监测的时候呢 他会感觉自己压力很大 那如果真的觉得压力太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使用指尖血来测量 好那这样子你想知道血糖的时候 再去测就好了 测量血糖是糖尿病管理非常重要的 算是首要的任务 那理想的情况呢 尤其是控制不好的糖友呢 最好一天可以测量四到七次 这种准确的数值随时回馈我们的饮食啊 运动的状况啊 药物的使用 可以让我们可以检视这个内容 稳稳的把血糖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 有效的照顾好自己呢 提高生活品质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